接下來的練習 我們剛才是非常簡單的 就是我說的第一種題型 直接代公式F等MA計算 我說的第二種題型就是 我不告訴你A 請你想辦法用我們前面學過的東西 算出加速度 考卷的題目不一定像這樣 這一題是先問加速度 再問受力 考卷的題目可能就直接問受力有多少 但是過程中你還是必須要先算出來的加速度 因為公式是F等MA 你需要有A才能夠算出來我們的F 所以第一個就算加速度 但是回到我們過去的公式 就是deltaT deltaV 計時開始速度1 計時結束速度2 然後帶進去就好 0秒的時候是15 2秒的時候是0 算出來的加速度是負了7.5 那為什麼會有個負荷 因為方向的是相反的 這一題是問加速度有多少 所以負荷必須要寫 如果是問大小有多少 負荷就不用寫了 那接下來很簡單 問你力量有多少 剛才已經講過了 前面算是加速度是負7.5 就直接F等於MA 帶公式就好了 從最後的問題想起 最後問我受力 問力有什麼公式 有F等於MA 找到M 找到A 往裡面塞 答案就出來了 那一樣這裡應該是負個15000 可是因為它只會是大小 所以負荷就不用寫了 這個負荷是方向的事情 所以很簡單 所以同理 這邊有一台車 也是一樣告訴你10秒鐘減速到10 原來是30 它這裡就直接問你合力多少 沒有問你加速度 可是你過程中還是要算出 加速度 才能夠代入F等於MA OK 那 這幾個答案應該要多大 2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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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號 2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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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號 答案 你聽別人報答案,報兩千 跟剛才一樣,你必須要先算誰 計時開始,速度1,計時協助,速度2,0秒30,10秒10 算出來變成負號,負號負代表的是方向 如果只算大小就不要管負號 現在M-MA,怎樣? 選進去,答案就會變成負兩千 那個負也就是方向的意思 他只問大小,所以答案就是兩千 所以答案就是兩千 所以呢,練習八答案是兩千 OK? 那,練習九 剛才是用寫字的 原來多少? 現在是給表,給個圖形 一樣從圖器裡面找到你需要的數字 然後這樣過去,出數是2,末數是4 然後時間是8秒 他請問要受的外力有多少? 跟剛才一樣,但這裡還多一個小問題 這裡還多了一個小問題 然後呢 請問你 他的外力有多大? 也是一樣,你需要算加速度 然後帶到公司裡F等於 M-MA就算出來了 好,這邊M-MA算出來了 那他應該是多少? 好 好,好難喔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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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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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等加速度運動 怎麼算A都會一樣大 好 直線球加速度面積球位移 代入DataB DataB DataB 代進去 AQ 算出來 好 0秒的時候是2 8秒的時候是4 可以算出來是8分之2 好 這有了,帶M-MA 這裡就出現一個小問題 他給了100公克 這個 只要不能夠帶100 因為我們的M公斤 公斤 所以要帶多少 0.1千分之100 0.1千分之100 所以算出來呢 變成0.025 如果 如果你沒有換算的話 就會差1000倍 就差1000倍 當然就會不想B 這種答案 好 你會學B版弄錯了 這就是我們的第二種題型 原則上代M-MA 可是沒有告訴你A 要請你用過去的DataB DataV 來算出我們所需要的A 這就是我們的 第二種題型 OK